一只年老的金毛犬被无情的抛弃在大桥底下 饿得它实在没有办法了 只能吃泥巴 现在养宠物狗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有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喜欢狗 只是看见小狗非常活泼可爱 心血来潮就去养了一只小狗养着玩 但是他们想不到的是狗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 大概六七年之后狗就会慢慢衰老 衰老之后的狗没有以往那么漂亮了 也没有以往那么活泼 甚至行动也不是那么方便了 这时候很多狗主人就不喜欢它的狗了 直接将它们无情的抛弃 这只金毛犬就是 从它的外观来看 它的年龄应该有十岁以上了 十岁的老狗就相当于人类七十岁左右的年龄 这么大的年龄却被无情的抛弃在大桥底下 每天只能在烂泥地里打滚 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 就吃两口烂泥巴 就这样艰难的度过了几天时间 值得庆幸的是被一位好心的网友发现了 但是这位好心的网友家里也没有条件喂养这只大金毛 万般无奈之下 他联系到了一个湖北的流浪犬救助基地 这个救助基地表现的也非常到位 他直接跟这位好心的网友说 您直接将这只金毛犬给我们寄过来吧 路上的费用由我们救援基地承担 毫无疑问这只金毛犬是非常幸运的 他碰到了好心的网友 又碰到了好心的救援组织 但是有更多被无情抛弃的流浪犬 最终就是被饿死 甚至被狗漏三贩抓走 直接成为别人的下酒之菜 接下来